- 超級多耶! - 欸! - 超級多耶! - 欸! - 很開心耶! - 欸! - 欸! - 好像不用減肥一樣啊! - 對啊! - 超多吃了啊! - 欸! - 我們要去哪裡吃啊? - 欸! 對喔! - 我們要去哪裡啊? - 欸! - 導演! - 我們要去哪裡? - 來! - 來! - 蛤? - 睡袋! - 欸! - 我們要去露營! - 露營! - 怎麼可能! - 這裡是零夜市! - 想好! - 那裡是間酒吧! - 酒吧! - 不是! - 我跟你講! - 在整理! - 它一定在整理! - 那裡可以帶外食! - 等一下! - 我就不相信! - 我就跟你講! - 我出生到現在15年了! - 煎鬧了! - 你都沒有聽過! - 酒吧! - 可以帶外食! - 15年耶! - 是真的! - 聽我的不可! - 我跟你講啊! - 心裡沒有死吧! - 它就早上去买熱了! - 又可以露營啊! - 又可以吃東西! - 哇塞! - 怎麼可能啦! - 真假的! - 露營酒吧! - 這真的是露營酒吧耶! - 而且老闆沒控煮! - 可帶外食啊! - 欸! - 真的可以帶人! - 真的可以帶進去! - 真的可以帶進去! - 還好秋喔! - 有沒有像影! - 有沒有! - 在市林夜市逛一逛! - 然後買東西到朋友家吃的感覺! - 你知道來市林夜市有這種大驚喜的地方! - 好搭配! - 完美搭配! - 哇塞! - 它真的是露營區耶! - 好爽喔! -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這樣子喔! - 哇塞! - 你看這個帳篷! - 還有車太扯了啦! - 那個車! - 老闆! - 你好! - 老闆! - 你好! - 歡迎你們! - 我想要先問一下! - 我們有帶外食耶! - 這是真的可以的嗎? - 當然我們歡迎各位帶外食進來! - 都可以的! - 哇塞! - 是真的耶! - 那我先幫你們裝盤! - 還有裝盤! - 喔! - 交給我! - 沒問題! - 謝謝老闆! - 幫我裝盤一下! - 怎麼可能啦! - 我現在不可置信! - 知道嗎? - 那老闆我問你! - 在市林夜市這麼這個地方 - 為什麼你會想要開一個露營區酒吧? - 你是不是很喜歡露營? - 我超喜歡露營! - 因為我覺得可以在市林夜市 - 讓大家在逛完各種夜市小吃之後 - 可以很舒服很放鬆的坐下來 - 然後到我們酒吧去喝上一杯調酒 - 這個理念滿好的耶! - 而且我一定要特別問一下 - 因為你看像這邊 - 它就是完全不可露營的樣子 - 不然是個帳篷啊! - 那個椅子 - 還有那種草 - 其實這是你們自己找到的 - 就是很多的是我們自己在台灣的各處找來 - 像石頭啊! - 然後我們的茅草都是從南部 - 屏東高雄找上來的 - 從屏東運上來的 - 從屏東運上來的 - 台北沒有石頭 - 台北找不到石頭 - 這是假的嗎? - 跑石頭 - 最南端了! - 用真的復刻實際的 - 露營地的感覺 - 但是今天這種頭戲 - 畢竟怎麼樣 - 這邊還是一個酒吧 - 你說你們的調酒很厲害 - 還行! -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調酒 - 所以我就是自己去學 - 那你們先幫我坐一下 - 然後我去調酒給你們喝 - 好! - 欸真的欸 - 真的是食物 - 然後我們跟剛剛帶進來的 - 然後配上他們的酒 - 而且真的很像來到山上露營 - 與世隔絕的感覺 - 真的就是與世隔絕 - 而且你看它這個餐具什麼的 - 完全 - 尤其真的是欸 - 那這個調酒光登上來 - 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聞到果香的味道 - 那個有 - 我剛剛是聞到葡萄味 - 這邊是葡萄園 - 它裡面主要是有巨峰葡萄 - 甜度會比較高一點 - 帶一點白葡萄酒 -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 它有一些紫蘇的伏特加 - 什麼是去泡的 - 所以有一點紫蘇的藥草味 - 葡萄園嗎 - 這邊這個是草莓嗎 - 對 它是草莓的果乾 - 草莓乾 - 這邊好香喔 - 噠好香喔 - 噠好香喔 - 葡萄味道很順 - 好喝嗎 - 很順 - 因為是 - OK 正常發揮 - 那我這一杯的 - 這是露營的鋼杯嗎 - 對 露營的鋼杯 - 酷捏 - 這杯是什麼 - 這杯叫爺爺的茶 - 爺爺的茶 - 爺爺的茶 - 它的概念是因為我小時候 - 會跟著爺爺去吃飯的 - 然後就會看到桌上有各種的巴勒汁 - 或是什麼烏龍茶 - 就有些想說 - 把桌上會出現的東西 - 把它融合成這杯酒 - 誒好酷喔 - 帶點果香 - 帶點茶香 - 是那種八芒柳 - 然後再加烏龍茶 - 對 差不多一次 - 它是我們自己做的鐵觀音茶酒 - 哦 - 所以上面那個撒龍是茶葉 - 欸真的就是八芒柳 - 然後加鐵觀音的味道 - 對 茶葉味 - 那是酒味喔 - 欸它的茶味蠻重的耶 - 這一杯的茶感蠻重的 - 嗯 - 然後酒味一點點 - 你們這些 - 比如說茶是你們自己去選購去買 - 對 就是我自己去找茶農 - 你自己找茶農喔 - 對 然後去他們買茶葉 - 然後回來去泡我們的茶酒 - 對 用蘇肥方式去泡茶酒 - 蘇肥方式是什麼意思 - 蘇肥犀胸 - 對對對對 - 類似的概念 - 就要用低溫然後去慢慢煮它 - 哇塞 - 用真空 - 然後蘇肥低溫去煮那杯茶酒 - 它口感會最好 - 它口感會最好 - 你在講一個發誓六名 - 你不要鬧了 - 你在講這杯酒啊 - 對 - 你就自己亂弄 - 就是喜歡喝調酒 - 喜歡到自己去亂弄到這些東西 - 對啊 - 所以你們算是每一季 - 都會有自己那一季的酒嗎 - 對啊沒錯 - 然後我們差不多也要換一個 - 下一季的酒單了 - 所以要不要試看看 - 要不要 - 當然要我 - 要不要要求 - 要不要要求 - 就是我會換到那個錄影車 - 錄影車嗎 - 都可以做嗎 - 可以啊當然 - 走吧 - 那我願意幫你試酒 - 那你先在四級杯都不出人機 - 好好 - 哇塞 - 我們現在是在錄影車裡面 - 因為我剛剛進來就覺得 - 天啊超酷的 - 因為老闆你這是 - 怎麼來的這台車啊 - 這台車就是 - 拖車先拖過來 - 然後滿推進來 - 是報廢車嗎 - 報廢車啊 - 哇塞 - 然後整個裡面的這些東西 - 是你自己重新再弄的 - 對我重新 - 因為他把就是裡面那些皮啊 - 皮都已經氧化爛掉 - 我們就把它撕一下 - 然後重新噴漆啊 - 然後自己 - 車部 - 剪部 - 把它自己重新貼上去 - 這空間也很棒耶 - 就是另外一個的感覺 - 老闆那有想問 - 這台車是我最新的人生系列的SHOT - 它是SHOT一大杯耶 - 對 - 它的想法是因為我覺得 - 我們錄影啊就是一個很符合 - 各全年齡層的活動 - 所以我就把這個想法 - 放我們調酒裡面 - 所以我就做一個 - 六個年齡層的SHOT - 老闆真的太有想法了吧 - 每個酒單都是一個不同的故事 - 這組人生SHOT呢 - 有嬰兒時期的奶奶基底 - 還有國小時期 - 用蘋果牛奶設計而成的調酒 - 還有青少年時期 - 初入職場時期 - 中年時期 - 其中還有老年時期 - 欸 它竟然還用了生命之水調配耶 - 不知道這些新的調酒味道如何呢 - 欸 我想要先喝這個耶 - 綠色的喔 - 綠色的可以嗎 - 金蘋果 - 發碎的 - 要一口喝掉喔 - 我喝一半就好 - 欸 這是蘋果牛奶的味道耶 - 真的 - 妳很好喝是不是 - 聞一下 - 喔 好香喔 - 喔 好香喔 - 好喝嗎 - 蘋果牛奶的味道 - 我要再帶一點淡淡的酒 - 對 - 不會很醉 - 姐妹你們會愛 - 真的假的 - 真的假的 - 怕你選一杯 - 好啦 我嘛 - 好喝喔 - 我試試看 - 我覺得到底有沒有同感 - 要挑戰一下阿嬤的地方 - 啊 - 生命之水來過喔 - 阿嬤生命之水 - 等一下 - 坐在外婆耶 - 阿嬤是不是 - 好啦 我就體會一下阿嬤的地方 - 妳好帥喔 - 我等一下喝了我就打在這裡囉 - 妳好帥喔 - 妳有叫妳乾啊 - 好啦 - 你就咪咪咪咪咪咪啊 - 沒那麼可怕啦 - 沒那麼可怕啦 - 沒那麼可怕啦 - 妳老的是知道嗎 - 沒那麼可怕啦 - 欸不是 - 怎麼樣 - 很濃啊 - 它就是檸檬 - 然後生命之水 - 就這樣子 - 但我覺得很可以 - 代表妳人生最後放手一搏了啦 - 沒錯 - 人生就放手一搏 - 欸不是阿這個很有創意耶 - 很爽的耶 - 其實就是一進來這間店 - 其實到現在我其實是 - 真的覺得很放鬆 -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很喜歡錄影的人 - 像我因為其實工作偏忙 - 所以其實很少時間可以去山上走一走 - 但來到這裡真的有感覺 - 我到了一個很chill的地方 - 然後可以好好的喝調酒吃點東西 - 我覺得好棒 - 現在網路上瘋傳一間聽說 - 非常厲害又神秘的酒吧 - 但是我看這裡其實就像一間設計公司啊 - 但聽說就在裡面 - 而且我們需要直接兩道關卡 - 我們才可以進去 -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道 - 請按123456幾 - 簡單 - 簡單 - 要不要再仔細閱讀 - 是妳的文字 - 玻璃喔 - 這裡喔 - 喔喔喔喔喔喔喔 - 是嘛我剛剛沒看到嘛 - 好啦那我先脫這個給嗎 - 傻傻的 - 掰掰 - 這裡開始要解是不是 - 這裡開始要解是不是 - 這裡是什麼啊 - 這裡你就要解黏 - 這裡 -這裡 - 喔喔會黏點 - 要給我鎖起來 - 不可能不可能 - 有漏 Technica - 應該要把它放攝影機 請 嗯 糟糕 等一下 這要怎麼開門 所以這裡有 這裡有這個密碼 所以代表一定是密碼 密碼 我覺得這種東西非常重要 這裡有GoPro 但這裡一定有問題 哦 哈囉 耶 你好 歡迎好 這邊請坐 我剛剛上解謎算很快嗎 很快啊 那正常來講大概花多久時間 不一定 大部分都花十分鐘十五分鐘以上 可是因為我剛剛有看網路上說 其實可以打電話給你問提示 有一些真的等太久進不來 就會打電話求救 這個小巧思真的蠻不錯的 因為就是等於進來然後闖一個關卡 我覺得會更想要來這一家店 其實這個型態的酒吧叫做Speak Easy 就是你在外面其實看不出來我們是一個酒吧 對我剛剛看其實就是設計公司 聽說你們是一間設計公司 對 其實我們外面的Logo是At Home 那其實我們主要是一個設計公司 然後我們隱藏的酒吧叫做Coming Home 那整個都是一個就是讓你回到家的感覺 然後下班很累 很累 對對對 回家放鬆然後脫掉鞋子可以喝一杯酒這樣 那所以你是自己跟老公一起開這間公司的嗎 對對對 然後這是 所以你們是設計師 對 室內設計 所以你們兩個都做室內設計的 對 難怪所以這店是你們自己設計整間店的 對 那我現在如果想要喝第一杯酒 你平常有很常喝調酒嗎 喜歡怎樣的風味 其實我就是我就是像一般女生嘛 我喜歡那種比較清爽 然後有一點酸甜 酸甜 OKOK今天過來宜蘭玩 有一杯是叫酒甘心 然後它是有甘草 金棗 然後紅芯芭樂 跟綠茶 然後這邊很輕鬆也有果香 也是酸甜感的 好啊 所以你們這裡也有做五酒精的調酒 有 有有有 我們五酒精的也都是看客人 比較喜歡怎樣的風味 或是新鮮水果 直接幫他 直接幫他想 因為難免一定會有開車的 開車不能喝的人 聽說你們這邊很厲害的是 你們樓上還有房間 因為你剛剛說就開車不能喝酒 然後你們樓上特別設計的一個 對不對 對 我們樓上有民宿 那其實也是我們室內設計 就是我們自己的作品之一這樣子 一方面也是讓大家當作就是 展間 就是體驗一下我們的設計 所以有點像比如說我今天 有點像回到這裡上一個家 喝完酒之後上樓睡個覺 沒錯 就直接上二樓很快 這很棒耶 那我想問你們這裡就是客人 其實應該都是在網路上看到的對不對 大部分都是 對 因為這邊路過基本上看不太出來 對啊 我就是剛剛在想說 路過應該很少人會進來 就是一些設計公司的感覺 對 大部分就是網路或者是 親朋好友推薦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會第一次 例如說你帶朋友來 你也不會跟他講說怎麼進來 就是想要看他怎麼出球 若是我也會 我就是要在旁邊看他到底怎麼出球 搞不好解很久這種 這個還有附一個小東西 對 這個就是我們拿去煮糖漿的這個乾草金棗的蜜餞 這一杯叫做酒乾芯 對 酒乾芯 因為乾就是乾草的乾 芯就是紅芯芭樂 很好喝耶 我覺得第一口味道喝起來是紅芯芭樂的味道很重 這個好喝耶 是女生我自己會很喜歡 很多女生喜歡這一杯 對 然後它就是有一點 剛剛你說那個金棗的味道 對 像我這個基底是Vacca 對 那第二杯的基底可以換一個嗎 好啊好啊 Gin 你敢喝嗎 有 超喜歡喝Gin 喜歡喝Gin 那有一杯是 它也是輕鬆 不過它的層次會更多一點 它是用清酒 玫瑰花 烏龍茶 也是有茶 它還有一點檜木 因為我本身超喜歡檜木的味道 第一次要試試看這種有在調酒裡面的 我從來沒有吃過 是玫瑰 乾燥的玫瑰 然後把它直接泡進去酒裡面 我好喜歡這種很簡約的感覺 看你們後面還有一個很可愛的那個杯子酒 那是蘿蔔嗎 也是其中一個Tangery的比賽 我們拿來設計比賽酒的那個 那一次是做就是用清酒加檳榔老爺 檳榔 好酷喔 就是做一個比較有特色的組合 然後就挑比較有造型的杯子這樣 這是什麼 就是 乾 這是乾冰的那是什麼 好酷喔 菜木煙燻的部分 我聞到那個香氣了 好香喔 這太酷了吧 剛剛這一支 剛剛那支就是 smoking gun 煙燻槍 然後煙燻槍裡面放完木屑 它就會 我們就把它打進去 那它現在其實停留在裡面 會讓就是酒體也會有煙燻的味道 那我聞會嗆到嗎 遠一點聞 遠一點聞 它很香 我已經聞到了 剛剛你們打出來的那個氣 你也吹掉也可以聞到 而且裡面就是一朵玫瑰花 對 好浪漫喔 有沒有求婚的感覺 對 戒指 它的故事其實就是 我們一個客人 他請我們做這杯酒 然後他希望就是 讓女生喜歡喝 然後喝起來很輕鬆 然後這個人 他就是很喜歡 花交友軟體 然後他就是可能 熊熊秘密 找不到對的人 然後在花花世界 就是他 找了很久之後 把霧吹開 然後那就是他的那個 命中之人 對 這是一個很 蠻浪漫的故事 對 你可以先喝喝看裡面 有沒有這個 檜木的味道 檜木的味道 它我第一個喝下去的 就是那個香氣 香氣會先來 然後它的 它的酸酸甜甜的 你說那個酸酸的味道是什麼 酸有加檸檬 我覺得這一杯的 稍微的它的酒味 酒氣比剛剛再略重一點點 然後這杯比較沒有那麼多甜味 對 我覺得跟剛剛那杯比起來 對 那你要幫我做一款專屬我的調酒嗎 好 就是那隻很 剛剛很厲害的那個 對 然後因為我剛才看你前面喝的幾杯 大部分都是喝比較輕鬆一點點的 對 所以我不會把酒感拉得太重 好啊 對 這個也是一支清酒 然後它是調和式的清酒 然後它會帶一點點四季春茶的味道 然後我們幫它拉一點茶感這樣子 然後這個做法 我們用稍微比較特別的方式 是用羅里的方式 讓它的那個打氣量多一點 然後你喝起來的話會比較蓬鬆感 好專業喔 很專業 那你們這樣子拉的過程之前 有沒有拉一拉然後整個倒掉 有啊 剛開始練的時候就是跟 跟洗澡一樣 整個醃大腿 好可愛喔 這個是一個 這是椰子嗎 對 那超可愛的 它上面有用葉子點綴 然後它上面有 剛剛用石榴 對 好好喝喔 然後酸酸甜甜的 然後我喝下去第一口是芒果味 但鳳梨 有嗎 有鳳梨嗎 沒有鳳梨 為什麼我聞到一個淡淡很像鳳梨的香味 其實我裡面有丟一個 因為你喜歡內斂嘛 所以我丟一個很內斂的東西 這個叫做 馬鞭草 喔 所以它是有一點點 它是味道 它就是有點藏在裡面 但是又沒有讓它用過多 嗯 這杯真的很好喝耶 其實我們還有一些是 甜點 主委你幫我試試看我們的 也是很人氣的甜點 好啊 試試看 這是什麼 這是你做的嗎 對這也是我做的 然後我們的甜點的特色就是 都有加酒 因為畢竟酒是我們這邊的專長 那這一個布丁是有夾杏仁酒 你先吃它原味看看 喔 我吃得出酒味 有酒味 淡淡的 對它其實淡淡的 但杏仁味就是很重 很像一個杏仁洞的感覺耶 你可以配配看旁邊的鮮奶油 它是有再加另外一種酒是煙燻的威士忌 這個奶油酒味很重耶 對 真的很厲害耶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也是非常 就是人氣很高 大家來就是一直逼著我問說 Selene你有沒有做 人氣甜點 對對對 就是提拉米蘇也讓你試試看 裡面你看到一層一層它就是熟子餅乾 去沾espresso跟酒 然後我們的酒也是選用了三種不同的rump 哇 這個酒味酒氣更濃一點 對 我第一次吃到提拉米蘇的酒氣這麼濃 但是很好吃耶 其實最正宗提拉米蘇就是一定要加酒 但是外面通常其實吃不太出來酒味 對 真的有一種回到家的感覺耶 就是它很簡約 但是就是我覺得這個氛圍是很舒服的 讓人家不會有 你知道有一些很大有點距離感 來這邊是一個真的很有安全感的感覺 跟飯店不太一樣啊 對 跟飯店完全不一樣 很舒服的 這一間叫日廚房 然後主要是就是喝完酒可以上來 上回到家 對 因為剛剛就是這樣走個樓梯 就直接上來然後就是房間 大概30秒 對 真的是自己家 我有種把它當自己家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很棒就是 其實從一進門那個大門進來 其實就很有家的氛圍 然後包含那個解謎那兩關 那我相信大家應該是可以的啦 蠻好玩的我覺得很有趣 然後你們整個環境很簡約 然後酒類也很多還可以克制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地方 那次拜託 那次還有圓圍的地方 都上廓村 哇�� 到了 來你們猜一下 這裡哦 非常美麗 lange time 有質感 的一個外觀 你們覺得它是什麼店 我覺得很像民宿 因為我剛剛看到它寫客棧 客棧 對 住宿嘛 應該是 算是有想法 我現在就要帶你們來一間餐酒罐 喔 是不是很酷 因為它跟外觀真的是完全不會想得到 重點是裡面有很厲害的四大美人 還有夾著螃蟹的刮包 剛好你們就那兩個大了 是 你要這麼熱門 一個而已 兩個啦 我跟你 走走走 我們可以先到外面你看 怎麼拍 怎麼好看 對 還有一個小庭院 嗨 你好 歡迎光臨 哇 裡面真的是酒吧 對 一進來就是滿滿的酒 而且這種昏暗昏暗的感覺 氣氛很好 那這個的話是我們昆仑客棧的喝酒區域 那這邊是我們的酒強 那晚上的話 基本上我們這邊會分成兩個區域 那這邊想要喝酒的人 就會安靜的坐在這裡 那想要吃飯的話 會到我們隔壁 也用餐區 當然 裡面很有氣氛耶 而且他剛剛上面擺滿了酒耶 那真的是很有 想不到吧 中國風的那種感覺 以前看古裝劇 古裝劇就拖鞋到在那邊 要直接這樣大口飲酒這樣 哇 很厲害吧 餐體也完全不馬虎耶 是 那為各位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的招牌掛包 裡面畫的是整隻的軟殼屑 然後搭配就是我們單日的生菜 然後搭配旁邊的就是泡菜去享用 大口大口 我好脆喔 裡面的餡料 很像那種就是外面那種漢堡 你懂嗎 當它裡面放高麗菜 跟軟殼蟹 跟軟殼蟹 剛才我裡面有聞到 有吃到一個稍微辣辣的味道 那是 是我們獨特的辣醬 然後搭配我們的金蝦醬 去增加口感上的層次 完全沒想過你傳統會吃到的 掛包裡面 其實它是可以研發成這樣子 然後裡面包一隻 丸的大螃蟹在裡面 像你們有聽到我剛剛的 螃蟹的脆度 很脆 欸很厲害耶 這只有你們家還吃得到吧 應該是我們這一間還看得到 我剛剛看到中間這個 很香 這塊是我們的雪煮牛 然後使用是雙色的花椒 然後下去煸那個辣油 然後搭配就是我們使用的板介牛 好漂亮喔 喔好香喔 它有一個焦麻的味道 它焦麻味非常的香 然後肉很嫩 而且你們是不是整鍋 滿滿都是牛 很下飯 這道非常的下飯 對啊 這個淋在飯上一定超好 而且它只有大概 我覺得你是可以接受的辣 小小辣 我覺得還OK 麻麻的 接下來的話 這道是我們的麻婆豆腐 它使用是我們的青花椒 跟大紅袍下去煸的 除了辣之外 還有麻度的層次 我覺得它應該會比這個 還要再更加快一點 它那個豆腐的那個 我吃下去的那個感覺 是我吃進去它都溶掉 我們豆腐是使用雞蛋豆腐 所以增加它豆腐上的嫩度 還有雞蛋的腺味 舌頭會麻麻的 在嘴巴的那個香氣不夠 我們的話基本上 每一季都會推出一些 不同的新的餐點 還有兩道是本季的新餐點 那其中一道是 熊味噌 然後搭配我們的熊滿豬 在味噌上面的話 還會加點蜂蜜 下去提它的層次感 蜂蜜 吃吃吃 可以先吃吃看嗎 感覺好厲害喔 真的有蜂蜜的味道 嗯 它是淡淡的蜂蜜香 我覺得它咬下去還蠻嫩的 就是那個是有嚼勁的肉 鹹鹹甜甜的 對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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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另一道是我們的麻辣小龍蝦 小龍蝦 頭先剝嘛 是 這樣 對 頭可以吸對吧 可以吸 那其實小龍蝦是在它的醬汁的部分 就是主要是它的醬汁是比較特別一點 你知道這是什麼味道嗎 你有沒有買過零食 有 魔芋爽什麼什麼的 我愛魔芋爽耶 它那個香味很像 然後它的那個辣子是紅什麼椒 燈籠辣椒 燈籠辣椒 很香 這個不辣的 我覺得不辣耶 真的嗎 有點像麻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還有這個 這到底是什麼你看 它的杯子好可愛喔 很用心耶 這很只能拍照耶 對啊 來人 幹嘛 我沒人 不要那麼快入戲好不好 沒人 欸很香耶 我還沒喝就很香耶 這是酒吧 欸真的很香耶 這是什麼酒 這是酒吧 它叫做桃花園 桃花園 那為什麼叫桃花園 對啊 為什麼 為什麼喝 因為它喝起來的話 會讓你彷彿 就是置身在桃花園之中 這個的話是使用就是 色香白葡萄 然後加它 白葡萄 加什麼酒 搭配美酒 我們剛剛在門口的時候 Feebo講到什麼四大美人 四大美人的話是 取自中國的四位 就是美女 那我反而刻畫成就是 四杯飲品 對 我們可以期待一下 現在四大美人擺在你面前 OK 那我想問的是 這四大美人有哪四大 而且這個排序有什麼順序關係嗎 排序的話是依照就是 炒帶的前後 七次的話是 主要是用茉莉花香氣 然後搭配是美酒 嗯 對 那這杯的話 喝起來會比較清爽一點 OK 清爽 不錯 那這杯的話是我們的雕山 是使用是哈密瓜的風味 然後搭配就是白禮像 去襯托這位美人的氣質 是 它質感 那王兆君是四個美人 裡面經濟是比較坎坷的 經濟比較坎坷 你這時候才會講話了 功夫 沒錯 沒有值我 那裡面的話我是使用就是柚子 然後搭配是我們的 就是茉莉花去做個結合 那是遊走像在邊境啊 西漿那種感覺 那這杯的話是我們的楊貴妃 那楊貴妃的話 它典型代表水果是荔枝 美人的就是天生的香氣 我是使用玫瑰 去襯托楊貴妃本身的氣質 美人天生的香氣 OK 我上槍了 是 那這些擺設有什麼關係嗎 每一杯調酒的話 就是會依照它的杯型 然後下去做搭配 來喝了啦 來喝了啦 來喝哪一個 來喝一下 在平常四大梅的之前 我們要進行一個默契打草麵 好玩喔 應該是兩個女生而已吧 要打架囉 在板子上面寫下 你們想喝的調酒 讓品浩去猜 品浩如果猜對的話 兩個女人就可以特別過成一顆心 如果沒有猜對的話 品浩會遇到懲罰 好不好 那我一定要很難 品浩還有懲罰喔 品浩我跟妳說喔 女人心海底針喔 真的 我很難猜的喔 我已經很難懂 我已經很難懂 那你們口味比較喜歡清爽的 還是比較苦的 誰會喜歡苦的啊 我人生苦歸苦 但我還是喜歡喝好喝的你知道嗎 好 來囉 你先猜一下 我覺得是清爽了吧 西施嗎 木木 OK 那我呢 你對我了解有多深 我覺得 依依剛剛就是有抽籤 抽出來的那個結果 我覺得應該是坎坷的 我坎坷 OK 沒有啦 我就要逆向思考 OK 然後你們會不會捉弄我 你剛剛壓我是西施是不是 你覺得我很清爽 但不 我更在乎的外在 我是貴妃 她超過貴妃 你不知道她長得跟楊貴妃 很像 也OK啊 但我就是飄出美人的香氣 我飄出美人的香氣 好 哇 那這其實就沒了 那這個就很關鍵了 你究竟 你覺得我很坎坷 我到底多坎坷 沒有 我是西施好嗎 我就是散發出那個女人的香味 花香 我是美香 請你不要這麼懂我們的內心 我們就是在乎外在 果然 果然 果然女人心 海底針 什麼 它是我們專心為準備 黃上 黃上的酒 等一下 這好像古時候的那個毒藥 欸不要磨磨磨 啊 怎麼了 好像那個 感冒藥水 所以這是什麼 它是苦酒 我覺得我自己也蠻好喝的 那我們就來品嘗我們的 酒囉 好啦 我跟你講 如果你真的 你喜歡你也選一杯喝好了 茉莉花香味很重 它比較適合就是當今天 我們晚上的第一杯 比較清爽類型的 這個很清爽 就是一般女生 所以它出去也會在比較前面 對 比較前面 然後比較適合搭配 就是我們的酸菜的部分 那每次泡進去的話 它會隨著時間 它每次會釋放 會喝起來很像是 古道梅子綠茶風 哇 好酷喔 這杯好喝 茉莉花很香 那我要喝我這杯 楊貴妃了 無酒精的 我剛選這杯 那時候我跳荔枝 對荔枝情有毒 喝下去之後 就荔枝味 反而沒有想像中這麼多 但是酸酸的感覺有出來 裡面有淹加就是 蔓越美的香氣在裡面 對 讓荔枝本身的 跟玫瑰的女人香 是淡淡的散發出來 我覺得它會是 越喝越有味道 荔枝味會慢慢飄出來 那種感覺 你好 從沐沐拉菇喊妳 哎呦 韓文很溜耶 還可以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會這樣 因為呢 也要特別跟大家分享 在這個中央公園的香圈裡面 有一間很厲害的 韓式創意料理餐酒館 而且它有分成兩個時段 就是有這個晚餐的吃吧 還有深夜的喝吧 欸 我聽到喝吧這兩個字 你知道我們現在兩個 年輕漂亮的妹妹 在這個夜晚 這個時段 是不是要去喝一杯 一定要喝 還是聽說它這個 就是晚上的這個喝吧 它有種波西米亞風的感覺 我很喜歡波西米亞風 感覺是一個浪漫的地方 我們趕快上去 哎呦 這個大門 哇 很重 也沒多重吧 你不是 力道很大嗎 我 一個密室逃脫的概念 走走 一探究竟呢 很可愛 它是遊戲機耶 很可愛耶 對不起 我有暗暗症 我好像很暗喔 這邊還有再一個大門 這邊還有一個大門 準備揭曉 裡面的空間很大 我喜歡這種昏暗感 這該不會 歐巴 不是嗎 你好 歐巴 你是 我這邊經理 我叫Russell 你怎麼可能 裡面的高雄 胡雨薇吧 對啊 有時候你這樣說 歐巴 太帥了吧 經理也太帥了吧 那經理 聽說你們這些是一間很厲害的韓式餐廳館 是 然後樓上是不是有一個 波西米亞風的酒吧 那你好 才請你帶我們去 好 沒關係 幫我們整理 OK 好 好棒 哈囉 我們這邊請小心台階喔 好 哇 哇 好美耶 你看 太浪漫了吧 這裡 好適合求婚喔 這是我們的包廂區 那每個包廂位置 差不多可以坐六到八個人 很大 而且這感覺很舒適 這是很舒適的沙發耶 然後你們旁邊這擺設也超級用心啊 完全就是波西米亞 就非常好拍照 看一下這裡 來來來來 沒有啦 而且是一個很chill的地方 你知道這幾個好朋友 然後坐在這裡聊天喝喝酒吹風 所以這個喝吧大概幾點開到幾點啊 我們的話是從晚上八點 停業到晚上兩點 唉唷 時間剛好 我們終止就是 第一攤可以來這邊 然後最後一攤也可以來這邊 那想必你們這裡調球 應該是很厲害的 有 沒問題 我待會處理 好 這邊請 好 沒問題 謝謝 欸 茉茉可以跟你去調酒 那我去那邊 好啊 你要 住哪裡 哇塞 這個太豐盛了吧 超高的 還有 你跟我講一樣的 什麼還有 天啊 我想問一下 我在場其實非常多的調酒 還有這種你想吃的東西 為什麼會想要準備這些給我們啊 我先介紹一下食物好了 那這是我們的韓式炸雞 然後韓式的辣雞翅 然後跟韓式的薯條 那都是用韓式的辣醬下去做製作的 調酒的部分的話 中間這個的話是阿布斯 比較特別它是用燒酒下去調的 那這個酒機動作是第一點 對 因為我們要結合韓國文化 這杯的話是伯爵夫人 那我們製作的時候是用一個下午茶概念 那上面放那個是棉花糖 然後這三杯的話是五酒精的調酒 那分別的名字叫做明天早班 然後今天開車跟我那個來 明天早班 今天開車 我那個來 通常都是不喝酒的一些散酒的藉口 我們把它做為名字 這是很多人來這邊 就是會這樣講 我那個來 好聰明喔 這看起來很好吃耶 對啊 我想先吃 韓式炸雞對不對 對 沒錯 我想說是吃到年糕 它是經典的甜辣口味 哇 我等一下 會很辣嗎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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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啦 就是我們有稍微改良 就是台灣人的口味 就可以接受到辣度 跟韓國吃的很像耶 這個外面的汁超爽的 這年糕很Q 而且很脆 它的大很酥喔 那我想來喝一下 剛剛說這個是什麼 今天 明天早班 明天早班 喝我明天真的早班 明天真的早班 很早耶 你 柳橙然後有點氣泡 對對對 加氣泡 還有 酸酸甜甜的 對對對 是好喝 清爽 那我也要選一個 嗯 阿布斯 阿布斯的氣味是什麼 這是檸檬片嗎 燒酒 對 檸檬片 檸檬片寶 燒酒 怎麼樣 是不是沒有酒味 真的沒有酒味耶 很好喝嗎 很好喝 那你們先慢慢想要 我先去準備一些 韓國小遊戲 喔 好耶 好耶 謝謝 來喔 哈囉 喔 啤酒 傳說中的遊戲喔 燒酒 燒酒很醉 這是韓國很 就是很喜歡這樣搭在一起嗎 我們就要玩一個潛水艇遊戲 說你把這個小杯子 先放到這個大杯子裡面 看誰先倒酒 然後倒在這個中間裡面 哪一個人先沉下去就輸了 那 那誰先開始 你們先好了 因為先的比較吃香一點 Oh Lady So Sweet Oba 我先囉 他想陷害你 先這樣 下一個想要給Opa 真的嗎 像我嗎 像妳要喝了 你竟然給我這個選項 不會啦 手下留情 好換 好緊張喔 對 一滴也可以 Oh My God 我真的覺得他要下去 啊 啊 好可怕 其實這樣還有空間 還有 OK 我 有進去 有進去換我 準備囉 我準備囉 完蛋了 最後 最後 最後是我之二 最後 好棒 O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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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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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Yeah 好帥 好帥喔 太Man了 Woo Woo 可以 看得出來這是幾齁 看得出來看得出來 我們在玩下一個遊戲嗎 還是 來 好啊 好啊 玩下 沒有在怕的 因為贏了就直接開始說 來 什麼都來喔 這個遊戲有點像之前 小時候玩的遊戲 就是搓 香 對對對 然後我們把小杯子一樣 放在上面 然後用衛生紙 等一下拿沾水的筷子搓凍 只要杯子掉下去 一樣就是整杯喝完 好 你先啦 可以用搓下去對不對 換我嗎 我好緊張喔 這好大杯喔 下面就已經很大杯喔 好 這什麼意思呢 對啊 他很聰明 他把全部都用濕 是不是只有一個縫子 可以… 那邊還可以 那邊還可以 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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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用得不錯 搭碼… 搭碼… 我只能說生意辛龍 我只能說生意辛龍 恭喜發財 這樣會不會讓得太明顯了 好美… 好開心喔 好啦 好棒 好貴心 好啦我們一起幫你share一點 我們從另外一邊 我們有小星星 我們有小星星 不可能你喝這個都很漂亮吧 麻豆 可以嗎 可以啦我們一起洗手完成了 謝謝 生意辛龍 謝謝… 真的有一走進來 這真的是有韓國的感覺 推薦給姐妹 對 然後樓上啊 又有這個波西尼亞風的酒吧 露天酒吧 這真的是很難得的一件事情 在市區 沒錯 其實他們的調酒也很好喝 五酒精的也是很好喝 然後我覺得食物也很厲害 很道地的感覺 真的 很適合大家不管是找兄弟一起來喝 姐妹一起來喝 或者是說家人一起來也可以 因為這邊其實它有很多那種 五酒精的那種調酒 所以拍照 而且在這邊拍照 不管哪個地方都很好看 回憶借給大家 對 而且它是在中央公園吧 對 它是中央公園 對 它是中央公園 有一個新學家樓附近 沒錯 就是非常方便 有機會來高雄的朋友們 可以來這邊看看走走 我一定會非常的開心 舒服喔 我的天啊 今天帶大家來到的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主打露營風的餐酒館 而且它中間還有一個那種小螢火 你懂嗎 非常漂亮 欸 那不用帶裝備了嗎 不用帶裝備了 而且我們剛剛一走進來的時候 就看到旁邊就很多攤販 欸 真的 而且這邊是馬路進來就 對 就有了一個營區 所以就是有點隱密 對 一個小秘密基地的感覺 對 然後重點呢是今天老闆呢 他還有推出一道新的秘密料理 我們有秘密到底可以吃 好期待 我們趕快繼續看看 很漂亮欸 很多照篷你看那邊 後面也都還有欸 我看到這麼多網路上的照片 我終於今天來到現場了 你是Frank 你好 這是Frank 大家好 你好 他是Frank 你好 他是這邊的店長 怎麼會想要在一個這樣子的城市 然後打造一個很像一個小秘密基地的感覺 這麼舒服的地方 因為我以前在國外工作 我剛回國的時候 就一直去環島露營嘛 然後我發現 其實露營對我來說是 蠻舒服的一個環境 所以我就把這邊打造成 就是我在環島的那個狀態 對 我們這邊並沒有住宿 它有點像是一個Bistro 就是餐酒館 對 然後讓大家可以把時間放慢的一個地方 所以每一個帳篷就是一個包廂的概念 對對對 大家可以在裡面躺啊 坐著啊 那我要有一個問題 對 後面這個營火你們每一天都這樣自己生嗎 每一天都會生營火 哇 好笑喔 而且如果冬天再冷一點 其實在這邊很溫暖 很舒服 對 因為我以前在環島的時候 最舒服的那一刻就是 營火生起來的那一刻 對 在海邊露營啊 或是在山上露營啊 然後 最 就是晚上那個營火是最料理的 嗯 就是把在露營的時候的感動都帶到這邊來 對對對 把我這個環島的感受帶到這邊來 哇 對 所以這邊其實是用了很多以前的經驗把它放進來 嗯 你把你說環島感受到最舒服的樣子 對 都一起集中在這裡 哇 欸 來這個露營區 然後餐點還這麼豐盛 還這麼棒 然後裡面有很多我們的香草類植物 米蝶香啊 薄荷啊 像這個就是米蝶香 嗯 對 然後那個就是薄荷 這裡面 好棒喔 這不同的調酒 是調酒嗎 不同的調酒 對 這是薄荷清爽 然後這是薄荷成香 然後這是粉紅米蝶 三種不一樣的調酒 那都跟我們 都跟我們的 自己種的作物是有相關的 薄荷成香 對 嗯 我這杯稍微偏濃一點 嗯 這個肉味很重 對 它底下有骨醬 我覺得這杯也不一定一定要男生酒 我覺得女生會有 它其實很清爽 很清爽 吃完油膩的東西之後 喝起來是很香 會剛剛好 老闆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餐點的部分 我們桌上的餐點 欸 真的 像這一份是 口水到流出來了 這一份是牛小排 我們是用美國牛 Prim級的牛肉去煎的 高級 那它大概介於五分到七分熟 是最好吃的 一般餐廳比較不容易吃到Prim級的 欸 你好 真的很好吃 是是是很好吃 它聞到牛肉 它聞到牛肉 你看我這個油脂 直接上了一層護唇膏有沒有 沒錯 很油亮的 肉質很嫩 然後我覺得油脂剛剛好 不會太多 所以不會膩 而且我完全覺得這一盤 分量很剛好欸 嗯 然後這個是豬排 這是一比一豬排 那其實我們是經過螢火 螢火的植火去燒烤之後 把它煎出來這樣的焦火色 喔有一點 那上面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鳳梨 鳳梨喔 鳳梨 它有鳳梨醬 它有甜甜的鳳梨醬 所以它跟豬排配起來 是會滿搭的 感覺很解膩欸 對 滿解膩的 對 所以有一點酸亂甜 真的很嫩的感覺 嗯 我覺得我一吃 然後再搭上這個醬頭 我已經覺得我自身在森林裡了 就是會有一種 香味 柴燒味 柴燒的感覺 跟外面我們今天這個走到一個餐廳裡面 去吃的那個豬排味道會完全不一樣 對 然後這個是花枝 這個是我們當天都從東港進去買的花枝 我還是用到在地的試拍 很新鮮 對 都是當地的人 當天直接市場現買的 它花枝很新鮮很嫩 對 而且它的外面的那個麵粉 它不會裹得很厚 它吃起來是很剛剛好的 對 而且它的醬也非常的厲害 它醬就算算甜甜 好香喔 炸得很香欸 對 你不覺得他們其實 每一道雖然擺設很漂亮 但他們都是走比較原味的風格 對 就是原味保留食材的原味 就是你看你去露營 其實就在野外 去露營其實不要賴太多調味 我剛好發現桌上我們剛吃這麼多 但是 有一盤那個 不是 這是我小朋友 我們小朋友最愛吃的棉花糖欸 嗯 而且好像跟今天這整個木桌感 比較不太一樣 對 這也是直接吃嗎 不是 這等一下我們要到螢火去 用螢火去烤的 然後旁邊這個是 這個是爆米花 我四弟是敢 欸超酷的啦 四弟不是要打我用的嗎 對 很多小朋友來 他們就想吃爆米花 但是說 你們要吃爆米花 要自己烤 就給他們自己去烤 欸好棒喔 那我們待會也出去烤米花 對我們去烤爆爆米花 等一下可以去爆爆米花 可以吃了 我用鐵沙掌賣開 太有露營的氛圍了 真的 在城市當中 有一個這樣子的地方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旁邊 有一個東西 那是什麼啊 很奇怪對不對 對 你們有沒有看到一個黑色的鍋子 對 對 那它是要用螢火去烤的 等一下 是不是我們老闆說那個神秘料理吧 對 秘密料理 就是這裡喔 這是一個很秘密的料理 因為到現在都沒有人賣過它 真的喔 對 那台灣目前也沒有人用這個方式去 出這個料理過 你是No.1 對我是No.1 哇 但是我們很多露營的老手會去做這道料理 那就開來吃了吧 可以吧 我們可以直接吃了吧 嗯 這個好像你們要問導演 可以吧 可以吧 要吃這個秘密料理 要先完成一個遊戲 有有有有 音樂結束以後就要停喔 好 我們分別介紹一下 它的在手這裡 我的腳 我的在屁股這裡 OK 快動快動 tweak 放 天 夢 是翔 紅 是翔 好泡妙喔 點る 再一個 我們是一個 학 cues 我們是一個團隊 個團隊 vote開 Max如果一起搖 聽 Bundy 真的 差點搖 favorable 你轉 bit me 哇 目前是俄羅日 就是 reincarnated 小心 加乖加乖加乖 小心 好了吗 结束了吗 好累 到了 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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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护一下 不要急 加油加油 Mexus 好累 一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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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 OK 公布一下成績吧 应该有吧 300 那么卖力 录录95下 OK OK 可以可以棒棒棒 挺到96下 可以 可以啊 等一下 180几而已 等一下 組威184下 哇 没有听到我 抖肩推 我们今天组了一个团体 就叫抖肩 抖肩推 有没有 有 我的肩膀 那个秘密料理 秘密料理 等一下帮我挂号 再看一下 你刚刚走抖的 我没有认真看 我会看的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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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teamwork很棒 耶 看看这个酷东西 我来帮你们开锅 真的没看过 对啊很酷耶 它刚刚是从那堆火的旁边上整个锅拿起来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上面还有木炭吗 对耶 因为它是用 用一朵之火去烤的 大龙虾 里面就是龙虾 而且下面还有很多食材耶 不是 超级香 那个炭烤味超香 它是没有水的料理 它就是完全 不加任何调味料 完全就靠海鲜的纤维 跟鸡本身的纤维 跟鸡本身的纤维 去达到它的味道 就是我们上面有看嘛 就是因为 它是上下火要一起烤的 哦 对 把它焖住的感觉 对 它是上下火 上下加工 然后让里面的食材都变熟 那里面总共几种食材啊 里面 今天有龙虾 然后有两只鸡 然后还有桀瓜 苹果丝瓜 然后还有山药跟马铃薯 太酷了吧 太酷了吧 原味原汁原味 太棒了吧 它的鸡好嫩哦 太棒了吧 等一下它一鸡我一化 它就直接跟骨头分离了耶 对 因为它是 它的保温效果非常好 所以它会把 好像鸡汤炖很久嘛 对对对 谢谢 所以全台第一家就在你这里 对 因为没有 目前还没有人把它上品化 哦太棒了 这个鸡好嫩 它的鸡汁锁住在里面 厉害哦 真的好嫩哦 而且没有调味 没有过多的调味真的超棒 完全没有调味 完全没有吗 也没有抹盐 它的炭香味很香耶 好棒哦 我人生没有吃过这种大龙虾 然后完全没有其他调味料 但是还是这么好 这么大龙虾 非常的意外 真的 它连蒜头都可以直接吃下去 对这个蒜头已经喝了 整锅都有淡淡的蒜头香味 对 哇 天哪 好享受哦 耶 而且我一直狂吃这马铃薯 这马铃薯超好吃超绵的 因为它把味道都吸进去 嗯 谢谢 我爱结瓜 你看我这个鸡 多美 不是你的啦 是我的啦 太棒了 我跟你讲 你这个可以赶快推出来 这个一定会超多人买的 对我一直吃到不想讲话 太好吃了 完全适合全家大小来 像我们刚刚来 有狗狗正面跑来跑去 小朋友 小朋友 感觉蛮容易跟旁边的那种隔壁帐篷的朋友聊 对聊起来 然后晚上又有这种酒啊 然后中间餐点又非常非常的好吃 嗯 这一锅是六人份的 很适合一家蛋 嗯 真的今天谢谢老板 真的太谢谢你了 太喜欢吃了 谢谢你们来 谢谢 谢谢 wake up stand up you wouldn't even find 'cause you're on and roll now wake up girl i Hmmm i Wokern 爱玩客 i很忙